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讲 《大圆满前行》正在讲往生法 往生法当中 一般来讲我们这里有极端念诵 我们拉荣佛学院 以往生法的修法 不管是自己修行 还有其他的亡灵 超度都用这个仪轨 不仅是我们佛学院 在尼玛派当中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用这种修法 往生法 当然也有个别的一些 左倾派 白玉派 各别的一些传承上师 也有其他的念诵 甚至也有不同的 佛藏法里面的往生法 当然我们不管是在哪里 经常修的是这个仪轨为主 所以我们这次学习《大圆满龙青心地》 也就是说《前行引导文》的这位道友 在学习的人群当中 有各种教派的 各种教派的 但实际上大家都不要有很多的分别念 不要有排斥的 比如说像以前 麦彭仁波切的上师 蒋恩青春王波 他对藏地的不同教派 八大教派全部都圆融无畏 修行的时候也是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 开始修这种法 所以我们后学者没有任何必要 自己因为是什么什么上师的 什么什么寺院的 所以我一定要修这种法脉 当然你修的话 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排斥 其他一些大珍贵的修法 尤其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法 并不是一个特别范围狭窄的支派 应该说是一个中法 中极一切法要 一切窍诀的这样的法 寺院门前行引导文 不仅仅是尼玛派 应该是如今像藏传佛教 八大教派都在学习 我也去过很多格鲁派 绝浪派 盖绝派这些寺院里面 他们都觉得这个法非常有加持的 所以虽然作者 华智仁波切是尼玛派 但是在其他任何教派当中的 这些学者或者修行人都在学 我们附近有很多格鲁派的格学 他们都学格鲁派的一些格学 他们都是在学龙青心地 所以希望我们学会里面的道友也好 学院里面基本上全是在这边 应该有接受传承的 没有什么排斥的 但最好心地比较宽容 不要自以为自己是学什么什么上师的 然后知识 现在我们极个别的有些道友 把学会利用一个平台 知识自己着急或者挖掘人才 或者在这里无色人才 除了这个以外 自己不一定是目的 完全都是闻思修行 其实这种做法是很不好的 的确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 真正有闻思修正的一些 高僧大德也好 或者是虔诚佛教徒 这一点很重要的 尽量地稍作一些形象上的 很多的一些仪式 当然你做的话 如果让人生起信心 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但是整天都是做这样的 就是做火供 做唱颂 一直做蚕蚕大作 当然蚕蚕大作 我们觉得也是很好的 如果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蚕蚕可以的 但是极个别的有些居士 有些佛教徒 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讲到一些 怎么样蚕蚕 当然蚕蚕的一些行为 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 最关键的是 你要修什么样的法 现在有些以蚕 或者以任何一种善法为借口 自己不愿意修行 不愿意次第闻思修行的时候 开始以闭关为借口 这种现象是比较多的 不愿意闻思修行 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听受佛法 自己好像生不起信心 然后在别人面前装着自己闭关 灿灿 这样的人也是有一些 所以我们希望 当然自己有闻思能力的话 最好是闻思能力 如果没有的话 也没有必要 影响很多人断闻思的梗 断闻思的梗 很多人表面上看到 好像一天两天进步不大 但实际上长期闻思的人 那的确是你到晚年的时候 才明白自己的人生确实过得有意义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 也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我们这样的 龙心心地的法门 大家也不要有很多的分别念 真正的佛法 不管是什么样的教法 比如说我们 不管印度是什么样的传承 那印度来的这些法 比如说哪一个教言都接受的 汉地有个别的寺院 和个别的佛教团体也有这样的 只要是藏地 比较珍贵的一个传承 来的这些法要大家都接受 接受以后应该有一定的利益 以前有个别人说 《入菩萨行论》是印度来的 我们可以学 《大圆满前行》有点担心是藏地来的 所以说好像印度来是真正的佛法 藏地来的话不一定 有些方面我们也理解 因为藏地毕竟不是 释迦牟尼佛讲生的地方 佛法的发愿地 但是如今藏地的佛法 应该可以说是当年的印度那样 这一点有些虔诚的佛教徒 到了藏地珍贵的一些 闻思修行的道场以后 完全明白 不仅仅是一个明白 如果你在这样的道场当中 带来几年以后 你肯定在很多方面 完全明白佛教的精髓是什么 所以说 我想并不是地方为主的 应该说是哪里有真正的佛教的 闻思修行和修正的 这样的教法和正法 如果有教法和正法的话 我觉得我们只以法 卑仁人应该是佛法很重要的 不关键 传授这个人是好看不好看 或者他庄严不庄严 这些不重要 他具不具足这种资格 不管是戒律也好 或者誓言也好 或者说摄受众生的大悲心等等 上师的资格具不具足 他所传的能不能适合 我们的心意等等 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 最后自己得到的法 一方面自己众生修持 另一方面尽量地 让我们身边有那么多人 特别痛苦的 特别可怜的 而这些人始终都是 得不到佛法的甘令 一直在那里甘好而死 极其可怜的 为他们能做点点滴滴的利益 也是功德不可思议 所以我想大家也应该不要 整天能吃到饭就可以了 当一天和尚 那就搞什么一天 以前汉地除了乔中以外 好像也没有很多闻思的 只要是到外面 在寺院里面 当和尚的目的是什么呢 有些说法也许是有便意的意思 但实际上我们当一天的和尚 闻思修行一天 当一天的居士 也要闻思修行 并不是闻思修行出家人的事 而在家人每天都是忙忙碌碌 其实忙忙碌碌过程当中 有些在家人的确是 比出家人还精进 比出家人还清净 怎么说 闻思修行上面是有意乐的 而且他所修学的这些法的结果 应该说有些也超过极个别的 因为出家人 按理来讲 他有整天闻思修行 他没有什么家庭的挂念 工作的前年 还有生活上的各种感情的纠缠等等 这些都是没有的 按理来讲 应该是整天所有的经历 都是用在闻思修行 可是极个别的出家人 也可能比不上清净的在家人 这一点也是实施 但我们也不能说是 所有的出家人不好 出家人相当一部分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然一切都是以一分为而来分析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修婆娃法也好 或者修其他的法门 我希望大家有一种清净的心 就像藏传佛教 只要是在印度来清净的法门 都会接受的 那么汉传佛教有相当一部分 有正知正见的寺院 藏地珍贵的传承得来的 这些法都会接受 以后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 或者这样的行为 其实对个人有利的 比如说我们讲《大圆满前行》 个别人以前听了 个别人我是学净土法门的 我不听 其实藏传佛教《大圆满前行》里面 最终还是回归极乐的 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他不听 他不听的话 对我有没有有害呢 没有的 我们这里的法心人员 有没有损害呢 一点损害都是没有的 损害的是什么呢 应该是我认为是个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自己信心的清明 已经封闭之后 那么加持和智慧的月光 始终是得不到的 这一点是 菩提加了自己的缘分 有一定的关系 我多说不然的话 我多说 当然会讲不完课 今天我好像没有想说什么 但是还可以哦 哎哟 有些讲考的时候 讲着讲着就没有讲的了 所以我如果讲考 我就不进入主题 一直在那儿 胡言乱语 然后几分钟就完了 完了就回去了 下面怎么说的 今天是讲 昨天前面一段念诵已经讲完了 下面是第二段念诵 第二段念诵也是主要祈祷上师 因为昨天我们前面 自己观为金刚瑜伽墨 身体里面观中脉 中脉当中有形式 狮子的形象 自己顶上阿弥陀佛 观音世音菩萨 大狮子菩萨 以三尊为主的这样的一种观想 在我们颂词当中也讲了 讲音里面也讲了 然后接下来过后 尹玛霍也是赞叹和喜有词 尹玛霍也是赞叹 百般星星 彩虹 云绕众 而归出种极根本之上师 神非永守二位清扯神 吉祥无量 这是多少啊 我字面上简单过一下就可以 自己住的地方 自现的密言刹土 密言刹土有五种解释方法 其中也清净的刹土 或者自信的刹土 都可以说 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不平不安的 非常复杂的世界 极为清净的 最了义的清净刹土 然后修行着自己百般的信心 所造成的彩虹云绕的光芒当中 把自己的根本上师 在自己的顶上 我们刚才讲的 自己观想为是金刚 瑜伽墓 然后在上面以百般信心 所制成的金刚的帷幕当中 一切皈依的总结 本体是自己的根本上师 自己对哪一个上师 有非常虔诚的信心的话 本体是他 上师的身体并不是我们现在 人间的血肉骨骼组成的 不是永素的 而是非常清澈的 内微透明的 就像是彩虹一样 就是这样的上师 显现上师极相无量光 阿弥陀佛 以他的本体和形象而住 也可以说 这里本体是根本上师 形象或者在名言当中 以他的形象而显着 住在自己顶上的虚空当中 观想阿弥陀佛 在这样的上师和阿弥陀佛 无为而无别的尊者面前 以非常强烈的 攻击心和信心来祈祷 祈祷 希望能在这一座上 短短的时间当中 能我现前往生的所有的道向 一切的往生法 现在我还没有 四字线能成就 并且将来趋入名言刹土 或者极乐世界 请上师和阿弥陀佛 一致加持 最后获得阿弥陀佛 无而无别的法身法界者佛地 一般来讲 往生极乐世界的 我们都知道 他最后也可以说 在一生当中以菩萨的形象 地道全部圆满 最后获得成佛的 所以我们一边这样观想 非常强烈的信心 这一段大家都知道吧 我们观想的时候 如果你用藏文念的话 可以一边念诵一边想 如果用汉文念的话 每一个词比较容易 当然有些如果你能用藏文念 我们念诵都是 以前上师如意宝也说了 用藏文念可以 如果藏文念也不好念 再加上观想也不太方便的话 那么用汉文念 也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是要求 比如说我们念度母的时候 用藏文念 用藏文的特点 它有金刚语的加持 然后用汉文念的话 也是我们僧众一起元气之后来加持的 同时自己也知道 现在是二十一度母当中的 那一尊 那一尊基本上有些道理 它可以变观想 它有它的功德 所以你念诵方面 我认为都可以 自己根据不同的 所以我们现在念普贤行愿品 有时候用藏文念 有时候用汉文念 这是以前上师如意宝面前也是讲过 后来我们也思考 分析之后都应该没有什么差别 比如说我们在印度翻译出来的 有个别的咒语 不用翻译的 有些也有翻译的 它的念诵直接翻译的 有两种情况 这样念诵的话 这样以上的诚文 完整地念诵三遍 如果有时间的话 念诵三遍 如果没有时间 只念一遍也可以 刚才我们前面 今天讲的一马我开始 如果你觉得时间比较不错的话 念三遍 然后从此 当意强烈进行祈祷 一直到最后 愿获得法身皆佛地 结尾之间念三遍 我们一般是 前面的颂词念三遍 或者是念一遍 当一会儿的话 我们前面的整个颂词念一遍 从当意强烈信心 指以下念三遍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然后讲末位的 最后的一个 欧阳求吉亚撒人不说 藏文里面那个 愿获法身 法界知佛地 这一句念三遍 在这些时候 一定要满怀对上师 护诸无量光佛的 产执的信心 特别诚诚的信心 一心一意地专注 自己的心观想在实子上面 因为当时自己关于瑜伽墨 上面有上师 一方面对上师 有特别强烈的信心 一方面讲自己的心事 观想实子 如果我们对别的 亡灵超多的话 因为当时说的时候 你的身体观想金刚瑜伽墨 然后把他的心事 观想实子 并不是自己的心事 那个时候有差别的 我们一般对尸体面前 念破话的时候 经常观想尸体的心事 尸体当时以金刚瑜伽墨的形象来作 然后他的心事 观想实子 这样来观想 然后舌头地上上额 念诵无边舌 我们平时修的时候 大家都会修 同时观想绝心 自信所以的狮子 红色的狮子 随着丹驴疯团明点 而起伏波动 并且越来越高 尸的时候越来越高 最后从土顶的梵金蟹出来 然后在出来的同时 我们要念诵后一声 观想这一狮子 如果说三次的话 我们把狮子再次地 因为它是一种修炼 修炼不断地以不同的缘起 又观想狮子 那这样 观这一狮子 如同永世舌间一般 融入无量果佛的心间 如前一样 明观狮子专注所缘 并七遍 或者二十一遍 我们现在这边 一般七遍 或者二十一遍就没有 十三遍 后三次 后 所以后面稍微有一个嘎的因 但有些上师 哄 嘎 嘎 也有这样的 但这个也没有什么小的 你们有时候是不需要小的 有什么可小的 这是观想的一个 有两种说吧 有时候这叫什么小啊 没有什么小的地方小的话 那这叫什么小 你们自己说的 我不是我说的 我对僧众不敢说 虽然其他宗派当中 念后的观想上升 然后念嘎子的时候 讲下的传统 这是个别的寺院里面 现在还有 但是自宗灵体派 并没有观想下降的传统 这样没有下降 但实际上没有下降的话 你把这个心再次的 因为它是一种修炼 有些人想 师子已经融入 阿弥陀佛的心间以后 如果你再没有下降 好像这个心再次怎么样上去 有这样的想法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修炼 这是一种修炼的话 也不一定非要有一种真实的心 我们在修炼的时候 是这样的 所以一般人要往生的时候 他念一遍后 都已经可以融入 阿弥陀佛的心间 念完嘎以后 再如前一样念诵 然后顶礼 供养 归于等等阿弥陀佛的名号 并这样祈祷 并且尽量念诵十字法 接着再念诵 顶礼 供养 归于世尊 善事处有怀 圆满正等觉 护诸无量光佛 七遍或者三遍 时间如果够的话念七遍 最后念诵左倾牌 左倾牌所传的佛藏大师 一个叫做日悦佛所造的 这是一般特别著名的日悦佛 佛藏大师 他所造的一个叫做《入草往生法》 这个监约的祈祷文 完了以后就开始念这个祈祷文 这个祈祷文顶礼佛陀无量光 祈祷莲花生大师 一个是阿弥陀佛顶礼 然后第二个祈祷莲花生大师 大恩根本是悲色 然后第三个 大恩根本上师面前祈祷 以上师和无量光佛和莲花生大师 请你们慈悲地舍受我 根本传承上师使引导 所有的这些根本传承上师们 我要死的时候 引导往生到极乐世界 加持人我修成往生法 以此皆境去空刹 空心刹土 其实这里空心弥雅刹土 指的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不同的名称来代替 莲花生大师和阿弥陀佛根本上师 还有我的传承上师 你们要加持 其实我们修法的时候 求根本上师和传承上师的加持 很重要的 主要是本传方面的一个祈祷 刚才前面这是特别的祈祷 上师和阿弥陀佛无二无别 前面的这个 然后这一段念诵主要祈祷阿弥陀佛 还有莲花生大师 因为我们本传的祖师 莲花生大师 以此皆境去空刹 我等从此命中施 加持受生极乐刹 我等命中施 如果你自己在修炼 我等命中之施 加持很快的时间当中 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说 如果我们对别人念诵 如等从此命中施 或者对别人 禍人 有时候我们对禍者的人 给他们念破啊法 那么这样说 你们命中的时候 很快就往生极乐世界 或者如果是对亡人 已经死完了的尸体面前量 那么亡者从此命中施 亡者在这里命中完了以后 整个境界当中 要很快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词 我等有可能不同的 根据当时的情况 可以改变词 这一七道文德 末尾的这一句 加持殊胜菩提 极乐刹 这个是念三遍 前面是念一遍 一般是念一遍也可以 或者是念三遍 有时间念三遍都可以 再如前一样 尽力地念诵 也是十字法 最后有五个十字法 随后也像前面一样念诵 顶礼公养皈依如来 这个念诵文 接下来再念诵 白玉派 这个好像后面还会说的 刚才左倾派的这个偈颂 实际上是原来的极美朗吧 智悲光尊哉的心底里面是没有的 这是华智仁波切家的 然后后面还有白玉派 专门有一个天法的法藏 佛藏法 特别殊胜的 我们现在很多白玉派的寺院 天法的一些仪轨 药寿佛仪轨 还有很多的一些法缘文 特别殊胜的 这里面有一个往生法 这个仪轨再可以念诵 所以我们学院全部都是 按照用华智仁波切的 大圆满前行引导文 不仅是我们学院 现在我看很多的汉地 用修往生婆阿法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 同时我们去年汉传佛教当中 也比较容易接受的 藏传佛教里面也容易接受的 并没有把单独的往生法弄出来 结合一个现在的各个情况 大家都能接受的 就变了珠联仪轨 珠联仪轨修完了以后 确实很多地方有很多锐香 有很多感应 这些都是我原来想 很多感应作为一本书 应该是最近吧 确实去年开始吧 往生仪轨 诸念法师弘扬的不是很长时间 但现在看来 确实里面有一种殊胜的加持 这也是诸佛菩萨和传承上师们的加持 以后这种方法可能比较方便 所以你们跟别人 诸念和超度的时候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超度也是可以的 有很好的传承 和有很好的修炼也可以 如果这个实在是不太方便的话 我觉得很多汉传佛教 特别容易接受的 跟汉地的往生超度仪轨和藏地的结合起来 变得珠联仪轨 也许我们这一带过了以后更兴盛 这是我分别念的一种估计吧 因为现在一般我们 大家都这样在的时候 谁都互相不承认 互相不理 有这种情况 包括有一些宗派都这样 但到了一般 过了一个时代以后 也许有些法更加兴盛 所以我想往生诸念的话 也许是我们这一带过来以后 在汉传佛教当中更兴盛 但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 已经在极乐世界了 顶礼供养皈依当 接下来念诵白玉派的 天法往生仪轨的祈祷文 这个怎么念呢 第一个是非常稀有的 护注无量光 第二大悲观世音菩萨 第三是大理大势智菩萨 也就是说 金刚娑菩萨 我等专心执成耳祈祷 修成往生生道 祈加持 我们在西方三尊面前 执行祈祷 加持我们很快的时间当中 能修成这样的往生法的生生道 我等一旦出现失望时 加持生世 往生极乐差 我等这些众生 一旦出现失望的时候 请你们加持很快的时间当中 我们的生世 不要漂泊在轮回当中 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念诵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给别人念诵的时候 王者一旦出现失望时 王者也好 或者如等 如果给别人念诵的时候 稍微这个词有一些变化的话 或者某某一旦出现失望时 这样也可以 那么某某的这一句 整个偈颂念三遍也可以 念一遍也可以 但一般藏传佛教 念这个偈颂都特别多 如果时间特别近 好像前面所有的仪轨都没有时间念 只是把这一个颂词念三遍 然后后面吼 啪达 这样说的话都可以 学院里面常住的人都会念 我看你们修婆娃 念得也比较不错的 可能自己经常修吧 这里有些霍佛和堪布上师 天天都是到尸体面前去念婆娃 但是他们有时候也不会念 你们家里经常念还是怎么的 我看你们修得还比较不错 某某某的这一个颂词 同样的要重复三遍 戒指就像前面一样 念修十字法 这个是念修 也是十字 念三遍后 然后后面有五个帕子 那么这个中间 为什么刚才这几个仪轨的不同法呢 就讲了一下 后面的这两个祈祷文 不是隆情心地的仪轨 这里已经讲了 不是智悲光尊者传下来的 因此非痴密无为主所传下来的 智悲光尊者 不是他传下来的 本来华智仁波切的领体法 我们智悲光尊者心地的颂词 全部是按照他的颂词来解释的 但是这个不是他传下来的 但是智悲仁波切与共青仁波切等传下来 其实后面的这两个 天法派的教言和智悲派的这两个偈颂 这两段修佛法是智悲仁波切 智悲仁波切应该是 第一师智悲仁波切 这叫智雷沃斯 是智悲光尊者的弟子 也是如来亚尊者的上师 大概是他一八二一年圆寂的吧 这样如来亚尊者也是 一七几年 一七多少年的那个时候 所以他的上师 当时智悲仁波切 还有一个叫共青仁波切 他们传下来的 一脉相传 一直传达度智悲 刚才第一个是智悲仁波切 后面是智悲仁波切 是智悲智悲仁波切 我的知尊上师 曾按照他们的讲法传过 如来亚尊者 华智仁波切 其实像华智仁波切 那样有智慧的话 他的上师这么传的 他的上师这么说的 很多都是有记录的 可能我们世间后面的一些世间人 他的上师传什么 他有什么窍诀 教言 都可能不重视 很有可能不重视的 所以华智仁波切 连这样的偈颂 按照上师的传法 我的上师曾经已经传过 本来多知青也是由大伯仁波切 所传下来的 该举派往生法引导的传承 该举派大伯仁波切 功嘎巴 他是大伯仁波 是他传下来的传承 《米拉日巴传记》里面 所讲的功嘎巴尊者 并且编写了 往生仪轨的祈祷文 然而我的上师并没有传 如来亚尊者虽然他有这个传承 智悲仁波切是有这个传承 但是如来亚尊者 并没有传该举派的破坏法 不管是怎么样 所有不同传承的风法 观想的次第 其实都没有什么差别 哪一个教派都不是很重要的 看我们能不能修 这个法是不是真的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饰品 哪一个厂里面做的 或者哪一个人手里传来的 这个不重要的 关键是我们所吃的饰品 对身体是无害的 对身体是有利益的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法 在蒙众意义上面的确也是 传承很重要的 因为自己从这个途径得来的 但蒙众意义上面讲 只要是他真的话 哪一个都可以 所以为什么无名佛学院可以说 所有的这些藏汉的教派 都可以接纳 只要是传承的佛法 上师如意宝他自己是白鱼派的 白鱼派是很小的一个支派 可以这么说 藏传佛教当中是有八大派 其中是尼玛派 尼玛派当中也是有八大派 其中是白鱼派 上师如意宝是罗罗斯的 这个范围应该说 上师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 如果我只弘扬一个白鱼派 那可能我的事业也是很狭窄的 可以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是一方面 以后在弘法力生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自己传承上师的法 为主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接来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上师的法 所有传承清净的 真正的为众生的法 我们都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我们原来建立菩提学会的时候 也是祈祷上师如意宝 心灵也是这样想的 不管是任何一个教派 真正的传承 我们都希望他们得受一些法 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宽阔的心 包容的心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 不能全部都一概而论 里面有各种目的的 思想利用的 思想不清净的 各种真行方面 我们也排斥 确实也排斥 我们在佛学院 真正清净的法门 我们都去接受了 但是像一些外道 或者有一些打着佛教的旗号 来这里弘扬 那就没有立足之地 所以这方面大家应该注意一下 下面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不同传承都是一样的 这一引导文 必须一脉相传 这一引导文的引导教授 必将一脉相传 我的至尊上师 在多知群仁波切面前 听受过多次 刚才前面的这种传承 因此从至尊上师处获得过 往生引导法传承的人 也算是德国盖据派的 上师面前德国的这些方 他们应该也有盖据派的传承了 我想这些人 念诵盖据派所传下来的 祈祷文也是完全可以的 但这个是当时有可能个别的情况 所以华智仁波切就提了这个 但对我们这边 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凡是尼玛派 格鲁派 还有嘎九派 这些都是应该是比较 大家都是现在看来 没有什么派次的 应该很好的 这两个监女祈祷文 可能是多知群仁波切 当然里面的内容 一个是天法派 一个是左倾派 但是它里面可能有一些变的 因为里面有些词 可能有不同的 反正与别的祈祷文 有些地方是稍微不同的 所以说他可能是 当时多知群成了第一词 他变的 应该是这样的 这里遵造我知尊上师的 传统而撰写的 华智仁波切上面是 按照如来亚尊者的这种 如来亚尊者他修婆娃法的话 上面有这几段吧 其实这个是非常圆满的 第一步是自己的观想 金刚 瑜伽 这些观想 然后第二步观想根本上师 无二无别的无量光 祈祷他 第三步我们祈祷本传的 莲花生大师和阿弥陀佛和传承上师 第四段就是要祈祷西方三尊 其实你这样的话 有些净土宗为什么不可修啊 西方三尊和莲花生大师 自己的根本传承上师 应该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最多可能有莲花生大师 实在是你不愿意接受 但这也有点愚痴吧 莲花生大师的 万分之一的功德都没有 我们还有凭什么资格去排斥 或者不接受 我们滴滴道道的有些凡夫人 与佛无二无别的成就者的 这些行为不接受的话 那就是很可笑的 比如说一个藏地的 特别业力深重的一个人 然后排在汉传佛教里面 真正已经成就了的 像六周禅师 或者大家公认的 像慧元大师 那这样的话 大家都会可能笑 只不过是他自己很可怜而已 我们凡夫人没有资格 排斥圣旨 不管是从功德方面 智慧方面 慈悲方面 那方面来讲 应该是没有的 只有愚痴的人 他不知道 比如说特别笨的人 他不知道黄金的价值 他喜欢牛粪 黄金人取的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凡夫人的有些行为是 有可笑 有可怜 有可悲 有可贪 怎么说啊 就是这样的 我的至尊上师 依照白玉派 如来亚尊者 天法往生法的传承为大众 作超度的时候 上师祈祷问中的 我等一旦出现死亡 他当时这个词应该可以还 不然如果没有还 给别人超度的时候 我等这样 其实我等这样说 也是应该可以包括这样的 但可能也不是特别严重 可是如今有些人 没有懂得这一点 当时他这里是 如等或者逼等众生 然后有些人 持仙一旦 持仙一旦是 赞文当中比较相似 所以他们弄错了的 还有从此一旦 从此一旦也是 赞文当中比较相似的 所以汉文当中好像持仙和从此两个 不是那么容易混淆的 有这种说法 我认为这些都是不太妥当 这中间 华智仁波切就讲了一点点 因为华智仁波切是 直接写下来的 所以中间他当时根据有些情况 和传承方面的问题就加了 总而言之 上面的祈祷文念 这样反反复复地修炼 临近最后守着的时候 为了因此与无神法界而念诵 无词的啪 啪 他最后的啪 要声音大一点 我们一般传承当中也好 混说是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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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在观想的时候 刚才那个心声已经融入到 阿弥陀佛的心见 阿弥陀佛的心见以后 就像我们把扳子弄好 然后钉子钉好 啪子它有一种因此的作用 然后我们自己的心不会返回来 一直在阿弥陀佛的心无二无别 是这样的一种缘起 其实修法是有一种缘起 有些人可能想 我活着的时候 心跟啪子 跟阿弥陀佛的心钉在一起 那是不是我就没办法生活了 其实也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是一种修炼 于理系的实相境界当中入定 之后观想土顶上的所有传承上师 融入于西方三尊 三位诸尊当中 二位菩萨也逐渐逐渐地融入 无量光佛当中 无量光佛化光融入于自己 自身金刚瑜伽墨 这个是跟前面的观想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破化法到最后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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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稍微入定一会儿 入定一会儿的时候 观想所有的这些神尊融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融入自己的身体 然后自己身体 原来是金刚瑜伽墨 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死了 或者是那个时候那样 不用再观想长寿佛 如果我们活着修炼的时候 那么由此一刹那间当中 把自己的身体观想 护住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是长寿佛 身色红色 一面耳壁 双足以金刚甲斧坐舍 双手以灯影 托着充满无色智慧甘露的长寿宝品 无量光佛和阿弥陀佛 其实阿弥陀佛和长寿佛 长寿佛也有相同的地方 他身色红色 名字也是相同的 无量光佛 无量寿佛也有相同的地方 但是不同的地方 阿弥陀佛书上吃的是薄鱼 薄鱼上面没有长寿宝品 没有如意书 还有阿弥陀佛是化身形象的 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 都是化身形象的 长寿佛有宝身 大家都知道 宝身和法身佛有很大的差别 十三种项链 宿佛等等 这些都是无量光佛 也就是说 长寿佛有这些 一边这样观现 一边念诵一百遍长寿佛 欧姆格尔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一俗话 或者其他长寿佛 有些长的长寿佛 这样也可以的 依靠念诵长寿佛可以 使寿命不受损害 并且凭借这种缘弃地势力 也可以消除寿障 修了往生法以后 如果自己修的话 念诵一百遍长寿佛 这样缘弃 我们一般给 比如说有些病人 非常严重的 看起来没有希望佛的话 那后面的一百遍长寿佛不念 如果觉得这个人还有希望佛的话 那么给他念长寿佛 所以有些病人 藏地有这种情况 他自己病的情况 非常严重的时候 看看那个上师 给他念不念长寿佛 如果不念的话 说明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 自己很伤心的 如果他后面还念长寿佛的话 看上师的这种表情 可能还有希望 有些上师给他念完佛以后 他明明知道没有希望 但是为了让病人心不要绝望 所以在显现上给他 还是要念一个长寿法 也有这样的 他明明知道 因为大家都非常明白 《大圆满前行》里面的一些修法 到最后实在是没有希望的话 那就不要念长寿法 尤其是他马上可能生不如四号 那种他就不念长寿佛的 只不念长寿佛 但病人也非常清楚 这样好多上师慈悲 不要让病人特别失望 所以不管怎么样 看到已经不行了 但是表面上还是 显现上给他念几遍长寿咒 这样的话 他也觉得很有可能 我还有希望一口气 也有这样的 其实在藏地的生活当中 对佛教确实很接近 很贴近 可以说不管是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所有这些佛教的道理 可能对从小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想很多道友在藏地生活 逐渐逐渐可以说 潜移默化 慢慢慢慢有一种熏燃的 可惜很多人不懂藏语 不然如果懂得藏语 那么有些传统和行为当中 也自然而然 可能得到一些佛法的教育 也有这个 所以我经常觉得 因为像汉地 佛教徒跟其他的生活 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把佛教作为一种信仰 作为一种自己的 除了生活以外的一种行为的话 毕竟是在我们所有的 所作所为生活当中 很难全部实行的 而藏地整个地方 不管到哪里去的话 除了现在的极个别城市里面 成长的年轻人以外 他整个佛法的咒语也好 念诵也好 供佛也好 所有的这些事情 每个人都已经成了生活习惯 已经融入到民族的生活当中 其实以后我们很多佛教家庭 所有的人现在汉地也是不可能的 没办法做到的 但是作为佛教家庭的话 应该是把佛法融在 生活当中很重要的 我看到有个别的一些 佛教教庭的汉地孩子 他也是说什么事情 从小都是对佛有一种信心和祈祷 同时他的生活 跟佛教的教义能融合 这一点很重要 不要认为我们祈祷的时候只有祈祷 平时在生活当中 根本不管他 这种做法 毕竟可能影响不大 所以我刚才 这也是一个额外话 意思就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说 在超度亡灵或者临终者 或者自己死亡的时候 千万不能修长寿法 在自己死的时候 你如果念长寿法 有可能再长寿了 关于这般修炼 已经到达成熟的时候 论典当中也讲了 土上除黄水 插入吉祥草等等 其实这个一般六天 七天修了以后 又是有这种想 土上发痒 还有特别痛 在梵经蟹处特别痛 还有其他的一些上师也好 道友也好 修完七天以后 吉祥草就直接 因为插入自己梵经蟹 就很容易 就这样的 但很多人的话 其实吉祥草 插入和不插入都是不重要的 汉地很多人是特别关心 听说有些也有一些假的 说这个草间 全部都是像牙签一样的 学着渐渐地 然后直接插出去 这样也可能比较残忍 也没有必要的 不过修行的过程当中 这样你七天当中 很认真地修了 一直猴子从这里运行 一直迁移 这样以后 最后有草入于梵经蟹 很容易 以前我们人少的时候 也是修过 当时一般的人已经开顶 一般的可以 一般的不行的 有些是 我们有一个老和尚当时 那个时候可能大概二十来个人吧 修了七天 七天以后 我亲自插吉祥草 有一般的人确实很容易就插进去了 有一般还是可以的 有些草的中间断了 不行了 有一个一点感觉都是没有有 有一个老和尚他就说 我业力胜着 我业力胜着 肯定修不成 肯定修不成 他刚开始也这样子 后面一点那种香都没有 也不疼痛 也没有黄疏 也没有任何的 有些比较一样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可能汉地有些个别是 学气功的原因 非要有一个插上去的拍照 有多少人什么什么 这都是对上师三宝 或者对往生法有信心的话 那么这个草能插入和不插入 这个都不是很关键的 又是有这种现象 但我们也修佛法法 非要把草能不能插进去 这个是很执着的话 也可能没有必要的 这个是有不同的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其实真正已经希望开丁以后 到时候它的头盖骨 在中间有缝的 现在也是包括西方很多 修佛法以后后来做City的时候 这里还是有缝缝的 有些有好几个小空空的 有这样的 这是一种缘起法 这种缘起确实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你如果有了开丁的像 或者有出黄水 有疼痛 这些都是往生的像 在没有出现这样的烟像之前 无必要再三修持 所以我们在座的道友 你们各个班 尤其是老年班 如果方便的话 大家能修七天 过一段时间 或者是过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修行的话 自己也修一修 这样很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 所有的人每天都是修 现在闻思各方面 有一定的困难 其实修佛法也是自己 尤其是自己晚上 要接近睡眠之前念遍 但是也不要影响我们 周围的很多道友 不然有些道友 一直可能影响旁边的很多灿灿 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 都是商量 舅母这边每天都是 很大的一个高音喇叭里面 给那些王子念诵 所以有时候 坐禅的有些修行人有影响 今天都是提出意见 今天我们说 以后如果他们要对王子念的话 除了学院共同念诵以外 最好不要出大声 刚才都在想办法 所以我们这里道友也比较多 不管怎么样 大家可能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又要考虑到别人 但是自己也不一定要 非要大声地喝 看你的观想能力很重要 声音不一定要很重要 如果你声音来出窍 那这也有点 有些什么观想都没有 哈哟 哈哟 这样也我觉得不一定有这个必要 最关键是看你的观想 和你狮子的这种跳动 这个很重要 在没有出现这样的演想之前 必须要再三修炼 结尾用 最后结尾用光的一些极乐愿文 或者我们上师的缘海精髓 还有一个短短的 我们那种课诵里面有法 有个短短的极乐愿文 也可以念 这一圣道往生法的教授 不需要依靠 其他的生起子弟 圆满子弟那样经过长期的训练 仅仅在七天当中也是修持 一定会出现演想 所以莲花生大师的 有些窍诀当中说 不修便可以成佛的法 不需要像生起子弟 圆满子弟 那么长期的修 因此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法 的确也是特别的幸运 我经常在想 不管是哪一个修法 我们闻思的五波达论 密宗的这些法要也好 修行的这些 包括前行法和一些修行法 我们即生当中 真的是万年遇到 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 万年的时候 遇到了这个法是很重要的 我们极个别的道友 在年轻的时候 已经遇到了这样的法 这样你可能在万年的时候 你就回忆起 噢 当时的拉荣 真的对我有特别深的情怀 应该说是 因为这个山沟里面 我得到了很多法 这种法它的价值远远超过 世间所有的价值粘片的金银财宝 肯定我想到最后 自己会有感想的 以前我们在拉荣 带过的个别的道友 现在虽然生在城市当中 但是经常所修的法 已经心里极其快乐 什么的生活都是可以面对的 经常有感恩自信 应该佛法有这样修正的机缘 因此作为无上接近的法 作为主要的修法 最后华智仁波切的 偈颂文是这样的 自上为度 超度诸王林 自不施修 巧缘如成山 我愿如我交叉众心者 愿能尽情修行 七加持 华智仁波切自己还没有 能得到解脱 整天到别人面那里去念破阿法 超度亡人 然后自己从来都是不受修 口头上说的就像是衬衫一样 衬衫一直在上面 一直打不下来 一直这样的 我们说话就是巧言化语 口口夸夸其他 什么事情都是说得特别特别好 但是从来都是不受修的 像这样的我和 像我这样的交叉者 其实很多人真的自己没有好好修 天天都是超度别人 天天都是给别人说法也好 给别人面前讲 自己从来都是不修的话 这句话经常我认为是给我说的 我虽然不是天天去超度他们 但是有时候也经常 经常在亡灵尸体上念超度文的时候 我首先经常想这个 自己还没有得度 给别人超度 还是很惭愧的事 但有时候如果有悲心 都是可以 华智仁波切前面也是用 大悲勾照的破阿法里面也说了 如果我们用非常虔诚的悲心 有大悲心 这个失望者很可怜的 他可能活着的时候也没有遇到什么佛法 那不知道现在他的灵魂 漂泊在什么当中 诸佛菩萨的加持不可思议 虽然我自己没有什么能力 但是我祈祷莲花生大师阿弥陀佛 肯定是对他有利的 我今天来超度或者参加这个法会 不是我自己获得名为利养 如果我有这样的一种平凡心 对王者一定会有利的 所以如果连这样的心都是没有的 整天都是说得很好 实际上做得很差的 那些人 华智仁波切很谦虚的语言来说 像我和我这样的教诈者 希望他们精进修法 并且诸佛菩萨加持 修行成就 不修便可成就法 往生引导中 所以这是大悦满前行的整个证文 全部都已经讲完了 我想下一个礼拜可能尽量后面部分讲完 我看这个 等一会 我们一起念一下破瓦法 昨天前面已经念完了 后面的开始 今天的开始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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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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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